作为一个现实的政党 每一个国政成员党都要自我检讨的 非自我检讨不可 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 不是筹码 而是人民的压力 我们刚才告诉我们说 他不想离开国政 你不想离开国政 你宁可说抱着武统跟马华 要成大家一起成 我没有这么讲 这个部分很重要 你不要把这个计划套在我的嘴上 这个很严重的一个 到底是退不退出国政 还是跟其他成员党这部分呢 我们还有广告回来 大概十分钟时间 让特别是两位嘉宾来针锋相对 别走开 欢迎回到你怎么说 马上我们接听来自巴生 张先生的电话 张先生请长话转说 你怎么说 我现在要直接告诉 西子跟西伯 那个面部的 那个谢世间谢博士他讲 他说他大选前提出一个论述 他说民政党的前途就是 不是退出国政 就是跟马华合并 那我觉得他提出很多民政党的弱点 可是他在冰城那么久过去 他怎么没有办法在大选前 看到这种趋势呢 而且他提到一个说 亚才不是冰城人 那如果相对之下 他也不是民政党人 所以他也不能提他自己人 他又怎么样来一个代表民政党 好 谢谢张先生 我们大家都是客观的观察者 好 马上我觉得张先生 这通电话把我们带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也是我相信亚才大哥跟砸都恰呢 一直在提的 就是到底民政党 是不是应该要脱离这个国政 才能够回到他的本位 先让亚才大哥来说 第一个概念就是Dansley一直强调 在不同场合一直强调 民政党要在国阵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那如果没有办法扮演 民政党考虑退出 那当然这个作为国阵成员党 这样的一个论调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视野 把这个看的角度放到一个 所谓怎么样促成两限制 怎么样促成多元种族的路线 那我觉得民政党可能也要同时思考 是什么管道让民政党更有效的实践 多元种族路线 或者是实践这个两限制 而不仅仅说我们讲就是 这个从箱子外思考 不仅仅说在国阵的结构里面 去思考怎么样去改变国阵 所以现在Dansley的讲法说 要跟其他的成员党来合作 来向这个一党独大的政党的施压 所以你觉得这个不是你所谓的管道吗 但是我想因为你有主动跟被动 就是说民政党是不是愿意 扮演一个主动的角色 比如说怎么样才算主动呢 比方说民政党是不是要等到 其他尤其是非武统的成员党 说我们愿意退出 我们愿意离开 我们愿意重组 那民政党才考虑 那假设其他的不愿意 那民政党本身是不是愿意说 好你其他不愿意 但是根据民政党的评估 可能我走另外一条路线 是更有助于促成多元组组路线 其实我要讲很短的 因为他们讲的都是理论上的问题 实际上来说民政党在槟城 刚才那个读者来的电话 他就说我就是说当时讲说 这个民政党应该要怎么做 今天我还是坚持 我还是坚持 我这个民政党呢 他应该很慎重的很严肃的考虑 也许是时候退出国阵了 你的原因是什么呢 也许是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武统内部的变化 是席子跟掌握不到的 我们的Abdullah要交钱了 我们的Nadi要上台了 将来这个变数 武统多挑战什么 他也看不到 今天OK 我们看到民政党的选举 已经审爱落定 那你凭什么觉得说 要在这个时候做个决定 而不是等在观察 换人上阵之后 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 很严肃的思考 他们该要怎么做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想呢 他要定下一个时间表 对 他要定下一个时间表 他不能够无限期说 OK 我们就看到他变 我们太过依赖别人的改变 来求生 这个不是民政党深层之道 所以我今天 我是希望我们的Dansley 他告诉我们 然后说服我 为什么他留待国家会更好 要让他告诉我们的话 时间有限 马上让他回应 其实我想不用问说 民政党有没有慎重思考 相信是有的 那直接问Dansley 到底你们思考的考量是什么 还有第二 你们的时间线拉多长呢 像亚采大哥说 你们要扮演的意义 到底那个意义定位在哪里 考量是什么 而这个考量的时间线 到底多长 是等其他成员党 退出之后才看吗 还是等心理院的首相 上台之后再看 所以请Dansley 把握最后的五分钟来回应一下 谢谢 其实我们一定不是依赖求生 绝对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已经只有两国四周的议息 老实说没有说要求生的这个问题了 而是我们考量的是整个宏观的问题 整个国家的政治的趋势 两限制呢 还是多党制 你觉得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去观察这个变化 不过这个观察这个变化当然不是无限期的 绝对不是无限期 不过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两三天 必须要做出决定 对不对 同时我们也有一个意念就是说 民政党不论是在国阵也好 或者离开国阵也好 绝对不是单枪匹马的 但是稍等下先看今天的民意调查结果 到底你支持民政党的多元种走路线吗 百分之六十九是支持的 百分之三十一是不支持 有点有点奇怪的是 为什么会有人不支持呢 纯粹不支持吗 还是要觉得说 这样子下去是没办法 这个问题很含糊的 很含糊 好那含糊的话我们不看这个 我们再让单纯来说 你所谓的这个时间是多少 因为很多人担心说 如果你们不再及时的做出改变 不再及时的做出决定 会不会成为最后一个离开 甚至最后是陪葬 这个比较让人担心的 我认为如果说是陪葬来说呢 这个是太过分了 太严重了 太严重了吧 是吧 因为一个政党呢 我们每一个政党都有一个独立性的 就是我们将会思考 以我们的出发点 以我们的政治理念 同时要分析了整个局势 这个不是理论性的分析 因为我们毕竟呢 在40年来我们有自政的经验 我们也有在很多课题方面 我们扮演了我们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知道 掌握整个 隔世民族的那种感受的看法 我们也有一些的认识 不过我们还要跟具体进一步的去探讨 因为毕竟呢 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 未来的马来西亚 必须是一个朝向健康多元民主的一个马来西亚 那会不会剩下一个时间线呢 时间线当然我们 如果说要是一个月两个月 就 当然是 不行了吧 那如果说 一个月可能要更早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那个平衡性 但是也可能说 未来 未来一年 我们必须要有那个确实在一个时间线 我们不能够无限主人 我们必须要是同感的